假如雕刻有段位 来看看你是属于什么级别 入门级青铜 先准备五片萝卜片 用两根牙签先钉出一个花心 其他四片对折再对折 斜四十度穿起来 这个级别您只要稍微花点时间练一下就能掌握 准备半条黄瓜直刀切镰刀片 再平刀切黄瓜皮不要断 然后顺向每片都卡在一起 简单的盘式对于雕刻师来说就是基本功 这不是青铜是什么呢 白银段位用小刀雕刻四角花 主要是锻炼手的稳度和下刀的准度 基本功扎实的 有些用大刀也可以削出来 单个四角花不好看 把它组合在一起才漂亮 这个对你来说并不难吧 黄金段位那就是准备一个西红丝 利用西红丝的皮来创作 削的时候给它处理成波浪纹 试一次不一定能成功 多试几遍吧 光皮的朝外把它卷起来 卷好就是一朵月季花 再利用黄瓜头斜刀切一下 然后再把它立起来切成薄片 以后黄瓜头不要丢了 可以拼成爱心 怎么样搭配一下还蛮漂亮的 第五 薄金段位 先取一段实心的南瓜 这个雕刻比较复杂 它是有固定的一套方法 是无粪手练的升级板 风心所爱 带着它上大街回头率肯定很高 第六 星耀 用一个大西瓜来创作 先用搓刀搓出边 削掉废料很新鲜 夏天天气这么热 这就来整一个水果蛋糕 切水果其实并不难 要的就是创意 如果你也会说兵已经星耀级别 第七 王者 能够很熟练的根据自己的思路 创作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属于果蔬雕刻当中的高级技能 刻得不好 仅供参考 第八 荣耀王者 在果蔬雕刻的基础上 进行豆腐雕刻 每刀都要精准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不求与人相比 但求超越自己 学习是永恒的话题 创新是生存的道理 我是雕刻师 也是美食博主 希望我的作品你会喜欢哦 4 5 4 6